首先为昨天屏东工厂爆炸火灾 造成的人人伤亡 表达深切的慰问与哀悼之意 现在请大家起立 一起默哀一分钟 默哀开始 议场上在总咨询开始前 全体为屏东工厂爆炸事件哀悼 23号立法院加开院会 行政院长陈建仁率领各部会 针对登革日疫情进行专案报告 从补助经费来看 登革日在南部疫情严峻 其中台南市最为严重 根据集管署数据统计 截至22号台南市新增237例 已经累计8600独立 同时台南市也是10月份 全国运动会的承办方 立委担忧是否会受到登革日疫情影响 有一些选手看到台南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所以他们会感觉到有点怕怕的 好 那这个呢 就不得不去做未雨绸缪 COVID-19这几年 那么大型的运动赛会 其实都有持续的举办 那重点就是去加强相关的防疫 距离举办全运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怕登革日来搅局 然而大型赛事筹备期也需要两个月 教育部长判问中回应 全运会并不会因此更换地点或延期 也因为有了新冠疫情 作为前车之鉴 停办或延期已经不是问题 如何做好防疫才是关键 全运会从10月21号举办到26号 行政院长陈振仁也表示 会看台南市府合作 将登革日的疫情控制到最好 有的新闻指标五六立法院采访报道 难以疙瘩 到 Inaudible 字幕志愿者 杜茜